我们是根据每一个位置的需要来选拔运动员 按说真正的东京奥运会只有只能报12个人 但是为什么我们集中了20个人 因为我们有些老队员是有伤病的 他不可能每一天站在这个位置 全力去训练有一些调整 所以选手在这个位置上是有缓冲可以轮流的休息 另外一个我们也是招远于下一届的奥运会 特别有一些新人的增加 让他们知道是怎么样备战奥运会 那么在三年以后的巴黎奥运会上 他们那会儿可能就是主力军了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一届奥运会 要同时让年轻的选手加入来学习老队员的这些经验和素养 为下一届奥运会呈上几下